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韩国瑜痛骂一顿 对总统蔡英文 护主权路线高度赞扬 还恭贺蔡总统 一定要高票当选 陈鸿昌语出惊人 接受电话访问 仍然面不改色 就是吃喝完的 我讲的都千分万切 我没有 大家所都知道 是啊 他给我们的印象就这样子 我也没有信口开河 也没有这个加油牵触 我自己公开承认过很多次 那陈鸿昌委员呢 再一次提醒民众 问我 我还是承认 这是十七年前的我 今天的我已经不一样 韩国瑜一秒就任账 陈鸿昌过去担任 二到五届立委 韩国瑜则是二到四届 两人在立法院当同事十二年 对韩国瑜很了解 对韩国瑜代表国民党选总统 就是看不下去 用立法院十二年同事身份 大骂特骂 陈鸿昌不吐不快 过去在党内 他的大炮性格更是出名 我是中共国民党党员 你是谁啊 陈鸿昌这次倒戈改挺蔡总统 更一次说八 他对韩国瑜的木脉 三兄游家伟 谢梦哲新北市报道